好,帥哥、美女,我們現在開始上理話 第一個單元就是認識實驗室 首先要教的一些是認識實驗的器材 認識實驗的器材 第一個叫燒杯,生物課用過,裝東西 然後呢,讓它發生反應 後面這邊有一個話叫做,潮池纖維網 避免受熱不均,這個是後面會教的重點 你要背的事情 然後呢,到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流 中文叫做流,從這口裡面把它倒出來 然後後面有一個沿著撥棒 後面也會告訴你要怎麼倒 後面會告訴你該怎麼倒 後面會告訴你 錐形瓶就是三角形的 然後呢,這個呢,可以適合搖晃 晃一晃晃一晃,讓它能夠充分的混合 然後呢,教書你說晃它也需要一個塞子 塞住,讓它撒出來,潑出來 過濾瓶跟它很像,旁邊有多個管子 那管子就可以把一些氣體啊,什麼東西把它拿出來 把它拿出來,可以抽氣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一些氣體深層,氣體的裝置會放這個 多一個管子的,有支管的錐形瓶,過濾瓶 試管,生物科用過嘛 雙一些少量的東西觀察反應 然後呢,這是後面要教的一個重點 我們東西試管來加熱的時候 管口可能會朝上,可能會朝下 但絕對不可以朝人 不可以對著人 它可能會有激烈反應噴出來什麼玩意兒的 所以絕對不可以朝人 這後面要跟你說一次 試管夾就夾試管的 上面是金屬做的,中間那個是木頭做的 然後呢,加熱試管的時候 要是你說因為試管很燙嘛 所以夾它,免得又不要用手去抓它 然後會夾在上面一點 因為我們通常在下方加熱 所以夾在上面 然後玩一玩,烤一烤,OK 那這個有一個鐵架、鐵環跟廣用夾 直的那一根就是所謂的鐵架 旁邊呢,上面那個就是所謂的廣用夾或者是鐵夾 下面那個就是所謂的鐵環 可以放東西的,可以放進纖維網 然後上面放一個燒杯,然後準備加熱用的 鐵夾就把它夾起來用的 然後呢,把那個夾夾起來 固定東西用的 這張照片的左邊就是鐵架跟鐵環 右邊的上方就是所謂的廣用夾、鐵夾 下方就是鐵環 那我們放東西、夾東西、固定東西用的 炎波基礎 這是個磁座的 把它放進去,然後磨一磨 叫做炎波基礎 請注意 請注意 炎波的使用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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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磨 磨 磨 不是 這樣會容易敲斷 我們國中很少用到炎波 萬一有用到的時候 請注意不要給我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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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誰要咚咚咚咚咚 把它當作木魚 用磨的 用磨的方式 OK 就是要注意它的使用方法 然後保持乾淨 要不可以加熱 而且不能夠去弄那些 可能會蹦掉的 溫度會上升的 可能會蹦掉的東西 不要磨一磨就 砰 燒起來 OK 所以 這是鹽波根除 表玻璃 就是這樣圓圓的一個 有點凹下去的一個玻璃 後面會提到 會放在一個蒸發泥上面 當作蓋子 蓋住的 讓蓋子蓋住的 它也不可以直接加熱 然後可以裝一些少量的東西 讓你觀察 蒸發米 後面會用到 有一個裡面放東西去煮 讓它的一個水蒸發 放在陶瓷線位上加熱 為什麼後面會講 然後呢 也是這樣 從那個流裡面倒出來 也是沿著波棒 剛剛講的 後面會告訴你要怎麼倒東西 會怎麼倒東西 劇頭漏斗 下雪期會用到 上面像個杯子一樣 一個長長的管子 不是下雪期 這一期就用到了 我們這一期要做那個 做到養的時候 跟做養 換成就用到它了 劇頭漏斗 然後呢 就是 這邊有句話叫做 長管要插入液體 避免氣體漏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提示的重點 那個劇頭漏斗的長端要怎麼樣 為什麼 這以後你要背的事情 要背的事情 OK OK 然後呢 就是要形狀上很適合把它弄下來之類之類的 OK 然後呢 低定管 就是下雪期的實驗做個低定管 還有一個長長的管子 然後很細 然後很多的刻度很精細 它的靈呢在上面 吐石在下面 因為裝滿它就往下漏 所以它要看漏多少 它有兩種 一種叫鹼式 一種叫酸式 我下雪期會教 會教 一個用在酸 一個用在鹼 然後呢現在有一種鐵芙蓉的那種呢 就不怕鹼 所以酸鹼都能夠用 都可以用 然後呢 要一個低定管很長 要一個低定管夾 把它夾住 像這樣 就這個 左邊那個就是低定管的夾子 把它夾住 右邊那個夾把它夾住 因為它很長 使用不方便 所以課本要你把它先放到地上 裝好再放上去 這以後都會提到 然後漏斗 就是漏東西嘛 有大小不同啊 它需要配個濾紙 濾紙的使用是有說明的 我們後面會跟你講 然後呢 這也是會考試要問的 就是那個漏斗緊的 要貼緊燒杯壁 為什麼 避免濾液漸出 這都是後面會教 你要會被 考試會考 考試會考 OK 然後第一管就第一管嘛 吸東西 它告訴你說 怕你污染藥品 所以不要直接從那個大的那個 藥品裡面直接吸 要先倒出來 然後再來去吸它 然後呢 重點是這個 我們後面會教你 吸的時候不能夠吸太多 拿的時候不能夠到哪 Keyword 關鍵字就是 不要讓藥品 碰到上面那個 橡膠的部分 不要碰到橡膠的部分 只要在玻璃裡面 不要碰到橡膠的部分 涼筒 我們就是 這個都是後面要教的 目光瓶 看到那個 左邊那個人嗎 目光瓶式 那後面問你要瓶式哪裡 這後面會提到它 然後呢 涼筒只有一個用處 就是用來量液體體肌 不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不可以拿來加熱 也不是拿來配置藥品的 都不是 只有一個用處 量體肌 液體體肌 然後一些細節我們馬上就會教到了 溫度計 量溫度嘛 不要把它當作波棒去喇喇耶 你那個 溫度計只要破損到一點 你用眼睛看不見的裂縫 那溫度計就掛掉了 溫度計就壞掉了 所以我去那邊敲它打它 不行 然後天秤 重點 後面膠 如何使用天秤 重點 韓黃稱 重點 原理 下學期 韓黃稱的使用 下學期 酒精燈 重點 馬上就要教 酒精燈 重點 我們馬上就要教 要教 乾鍋 乾鍋夾 那小小的像老人茶杯一樣小小的東西 然後可以放東西然後可以加強熱 可以加強熱 乾鍋夾它嘛 上面洗的國字就是教你怎麼夾 看什麼國中夾 你看圖就知道了 看圖就知道了 你這兩個就是教你怎麼夾 你看圖就知道 就這樣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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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尖的夾那個 就這樣夾 夾乾把它夾起來 拿東西 乾鍋夾 國中基本上 不太用到這個玩意兒 燒瓶 普通也沒有用 就是一個圓圓的 可以讓你去煮東西 蒸發東西 然後避免見出 巴拉巴拉 然後呢 有時候需要橡皮塞啊 什麼之類的 刮掃 就是湯匙 湯匙 讓你去搖那個藥品用的 就是刮掃 塑膠做的鐵做的金屬做的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上個刮東西用的 然後呢 把它 這就是重點 陶瓷纖維網 以前叫做 石棉心網 可是現在不准用石棉了 所以叫陶瓷纖維網 重點就是最後那四個字 為什麼要用它 受熱 均勻 這後面會再提到它 你要背 考試會考 然後呢 加入完畢 這個我做實驗室會交代你 要怎麼處理它 我做實驗室會交代你 這個加入完要怎麼處理 我做上實驗課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然後廣口瓶 一個大大的抖 一個瓶 有叫集氣瓶啦 因為它通常用來收集 我們在我們活動通常用來收集氣體用 這叫集氣瓶 因為它 口比較大比較好倒 比較好倒的東西 裝東西比較容易處理 實驗操作比較方便 OK 燃燒池 一個長長的棍子 上面可以加去燃燒 我們會用得到 加上去燃燒加熱用 然後 因為比較長 它上面比較不會被燙到 鯉鼻絲冷凝氣 這個是我們最後會 下次會提到它的 但是原則上 國中現在沒有這個實驗 但是我們會講到它 然後告訴你它怎麼使用 那都是未來的問題 好 這就是 有關一些簡單的儀器的使用部分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